为了让姐姐们能够直观地了解两个冠军后选择的视觉 今天我们特意领备了第四场公演的舞台试图 舞台 录影 我们走近一点好不好 这个节目特别好 我听说非常棒 对 我听说很炸 这个节目非常厉害 能设计都是这些人 我的天哪 这是几个人啊 五个 那个彩样 好棒 这个他最喜欢你 他的写带之声音真得好了 好帅 太适合这个了 太适合了吧 好帅 好美啊 很美啊 好美啊 可以啊 那就是角株又是特殊 有什么用 我们是依然站在这儿 有什么用 就让我们砸搞 我们离开之后 他们都发生了什么 对 很强 他们都经历了 就 他们都很特别厉害 我觉得望倩团是太厉害了 他不是很魅 也不娇 是那种帅的动感 很厉害 如果要超越他们 从形式就要开始要创新 当我看到他们的 司工的演出 可以说的我都惊呆了 会有压力 当然这种压力 它不能影响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优势就是离开这个舞台 比他们要早 休息了一段时间 休息了一段时间 优势是掌握在手里的技能 比较多没有漏过 他们该做的都做过了 我比较了解 他们没有什么了 没说什么了 该做的都做过了 我们的劣势可能能成为我们的优势 对 我们的劣势是 今天 我们的劣势是我们曾经经历了他们没有经历过的被淘汰 是的 而且我今天在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特点如何发挥出来 我们可能让人家出乎意料我们要逆转 如何逆转成为最强的特点 可能每个人的反差这一点可以是一个特点 因为其他的姐姐 他们在线的姐姐已经就是秀出他们很多很多的大招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就可能要来一个隐藏季 就是大家可能对我们淘汰的人的预设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秀出了一个完全反差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惊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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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